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基隆市首创与加州大学博克莱分校合作的学习课程 参与的30位高中学子顺利结业 市长谢果良亲自颁发结业证书与纪念外套 学子们开心分享学习心得 因为我们也已经高二是高占了 所以这会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也可以让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 就可以在学习历程里面 我相信会是一个很大的加分 那最后我是很想感谢一下 那个就是我们善校长有帮我 让我知道有这么一个机会 可以参加这个课程 那最后当然也要感谢基隆师傅 有为我们争取到一个 可以与博克莱大学合作的机会 老师会用提问的方式 让我们更了解这个课程 在进进这个排程的能力 而且在跟大家一起同时学习的过程中 记住我们也认识了很多的同学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学习的都蛮多东西 因为教授他每次都教得很详细 而且他每次讲完一个观念之后 他都会讲 会有某一个问题 让我们可以去了解 就是去思考那个问题 然后就是因为我之前没有结束过 其实没有结束过排程 但是在老师的基金主要下 就是学会了很多东西 然后就是他有一个比较重要 就是可以就是有那个学习历程 因为我要去申请中国的学生 他们其实在学习历程的那个分数占比 其实挺重的 所以就是感谢有证实宝贝这个 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务必要把这个机会 转换成很好的量能动能 让各位同学都进入到优秀顶尖的国内外大学 所以我想大家今天能够从UC Berkeley 都领到一份这么难得的证书 就证明了你们是最棒的 You're the best 然后你们真的是一群这个佼佼者 这个你们不只是基隆的佼佼者 甚至以后会是台湾这些青年学生的佼佼者 所以我对你们未来也充满了期望 未来大家在申请大学的过程中 我会跟教育处跟在座的这六位校长 通力合作 让各位尽量能够按照自己所想 所预期的进到好的大学 我希望从现在开始跟大家继续保持联络 那只要我能够为大家而做 不管是进入大学或者是其他的事务 我们师傅跟教育处跟我相信在座这几位温暖的校长 大家都会全力以赴 市长谢国良表示 将持续引进优质的教育学习资源 打造基隆教育特色 让更多孩子选择在地高中来就读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大白天 土地银行正兵分行拉下铁卷门 没有营业 但里头的人忙进忙出 办公室桌上电脑全都搬空 号码牌机器暂停使用 而柜台前也贴出正兵分行将要裁测暂停营业 中正路上车来车往 吊车江10米长的银行招牌缓缓卸下 看在已经服务20年的保全眼里相当不舍 而房东也特别前来似乎在送行 房东说土地银行正兵分行一租就是37年 房客和房东就像一家人 早期就是很热闹啊 人员也很多啊 对啊 现在就是可能 可能现在越来越 这边可能比较没人了 我爱死不得他们离开啊 都住了34点了 有感情的他们都很好 早期有那个彰化银行 还有合作库 还有一银的二姓 我们土地银行 还有副店 一月很好的时候啊 但富二渔越很发展 现在都落没了都没抓都没掉 正兵渔港 城市金融最繁荣的渔港 当年人潮鼎盛 金流频繁 吸引许多金融机构前来注点 但随着渔业经济没落 榮景不在 土地银行日前贴出公告 正兵分行将在3月25日裁册 走入历史 在我后方的土地银行 是位在基隆市的一个正兵地区 我想今天是他营运的一个最后一日 那接下来要进行猜测 那我想过去正兵地区 让人家最知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渔业经济 跟渔业文化 然而随着渔业的一个 船中产业的一个没落 在这边的一个银行 渐渐一间一间的收起来了 过去其实在集盛时期 这边就有四家的银行 坐落在这个场域 其实就足以代表 这个过去渔业对于基隆 以及这个区域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指标 那今天来说下来 其实我们在地方的居民 都感到非常的可惜 然而这也是代表着 我们基隆正兵地区 整体的一个产业 现在也面临到 转型的一个困境 所以在这边 我们也从跟市政府一起来推动说 如何把这个区域的产业 能够重新再造 土地银行裁测正兵分行 顾客未来要办理业务 只能到市区的一路总行 有些不方便之外 随着银行卸下招牌 居民和顾客相当不舍 也象征见证了正兵渔港 新衰的历史 记者黄绍铭就用报导 拿出铝棍 顺到就一回收桶里 顺利将塑胶袋勾起来 因为里面装的不只有衣服 还有一卷现金 这名老公会这么着急 原来是在整理衣服时 誤把一袋就衣服丢到回收箱 没想到老婆在衣服里 藏了一万元的生活费 却被她丢到就衣回收箱 担心会被骂 第一时间不敢坦诚 早上里长帮忙 里长帮忙联络回收公司 但恰巧业者不在基隆 里长只能够 用铝棒勾捞 终于捞到这袋就衣服 顺利找回一万元的生活费 拿出来的时候 就是她放在衣服 就是像这样一万块 卷在一起 用橡皮筋绑着 变成这样卷的 对 旁边上去找他 我才知道 她说把家的生活费都放在那里 我才几下死了 我 沒關係 找回来就好了 找回来可以看她 不要再捏 她早上不是她捏过 早上捏两点多钱 捐衣服差点变成捐钱 好在最后有里长帮忙 才让一万元失而负得 但老翁下回 再也不敢主动 帮老婆整理衣服 记者 黄绍铭静报道 每到假日 安乐区基金路段 就因为往新北市万里 金山观光旅游的车潮 造成塞车成为大型停车场 严重影响安乐区大五轮地区 三万人口的进出交通以及生活品质 因此传出中央已经通过台六十二线延伸到万里金山路线的可行性评估 立委林佩祥非常重视 因此在立法院国事论坛上 虽然肯定中央政府辩明的交通措施 但是也提出建议希望中央要一并新建国道三号 设置高架引道衔接台六十二线西向快速道路 简单来说就是希望未来往万里金山的车辆 可以利用这条高架引道 避开通过安乐区的基金路段 直接到万里金山 才能有效疏解目前每到假日就塞在基金路段的情况 根据新闻媒体报道 台六十二线快速道路的新闸道终点是在新北市万里区 据说建设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减低假日时到金山万里 流完的旅客塞车状况 但以本席居住在基隆市安乐区多年的经验 我认为在台六十二线的延伸工程实施之时 必务必要建置本席于上个月院会质询时所提出的 国道三号设置高架引道衔接台六十二线西向的快速道路 因为目前虽然在地图上 国道三号与台六十二号是有交集点的 也有引道来连接两条主要道路 但是却只有东向开往九份地区的引道 并没有一条西向往台六十二线安乐端的引道 因此造成假月旅游车潮都是往国道三号基金交流道下高速公路 并由市区道路前往金山万里地区 因此与在大五轮地区居住的三万位基隆市民 在周末的作息造成交通动线上的严重冲突 这是本期身为土生土长的基隆人 并自行开车往返台北通勤多年的自身经验 基于以上理由 为了能够有效的疏解假日金山万里地带的塞车困境 并促进此工程的目的 之促进我们的区域经济发展 本期强烈建议 在台六十二线快速道路延伸至万里的工程规划中 务必要将国道三号连接台六十二线西向的道路 做出高价引道连结 不然将无法有效的把假日行驶在国道三号的车流 引入台六十二线至金山万里地区 最后花费了估计250亿以上的工厂 却无法达到疏解交通拥塞的目的 由于六堵科技园区目前面临污水管线 要衔接到市府污水管线的问题 市议员郑文婷协助厂商举办协调会 并邀请市府相关单位共同来研商解决 照理说应该要能够直接跟每一个厂家的污水排放口 要能够相接 那因为厂家他们认为说当初并没有跟他们做一个协调 所以有些厂家他必须要拉很远的距离 才能够接上公共的这一个干管 那第二个就是说相关在厂区里面的一些污水设施 在当初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现在市政府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需要他们来遵循 那他们也在想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建制的一些费用 是不是市政府或者中央的一些相关规定 有一些补助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来协助厂商跟市政府这边来 共同达到一个一致的一个目标 协调会现场厂商反映相关问题 市府相关单位也提出说明以及后续处理的方向 那六土工业区的污水管的一个接管的问题 那有厂商反映说就是我们市府这边没有去现场说明 那我特别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说 我们公务处这边有在开工前也有做一个工地的一个 现场的一个说明会 那接管的部分我们也会 我们也是每一家厂商都有去就是要接管之前都会跟每家厂商 每家厂商去做一个现场的一个协调开会协调 那如果现在厂商还有一些疑虑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也会今天也跟厂商说明了 我们会再次的会再跟厂商来做一个现场的一个沟通协调 现场去汇摊看看问题出现在哪里 那至于说之前讲的就是我们的一个 物水管接管的期限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是用辅导来代替这个一个改善的期限 那等辅导完了之后厂商没有疑虑的时候 我们会才会让厂商来接管 刚刚跟邀川处长还有一桌在旁边 其实我们也在讨论的是 其实为什么住在区它是 它是可以接到它的主要管线 可是我们是没有 那可能大家对于建筑线的认定是比较不同的 对对建筑线认定是比较不同的 因为可能我们 我们他们对于他们可能把这个管线拉到门口 他们可能就觉得这个责任已了 对但是问题是我们可能有些厂区 还在比较里面一点 所以它再拉出来 这可能还有一点 呃经费的部分 那其实 呃我这个可能 我再来跟邀川处长再来商量 然后看看 然后我也回去 就会跟谢伯雅市长再做报告 那看这个部分 是不是用什么样的费用来补助 各位各位长协的大家 或者是中央有没有其他的预算来申请 对那这个我们可以带回去做研究 在沟通协调下 市议员郑文婷表示 各厂家关心的污水出口 与市府污水主干管衔接部分 由公务处依法完善设施 并请产发处共同处理 在4月底前确认相关的补助与建制经费 而原定的6月底前完成纳管作业时程 也请市府以辅导取代限期改善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所以在3月29号之后 6个支费方案我们会全面调降 还特别提出了两种支费方案 是直接降到0元 是个人是觉得呢 真是非常的幸运 基隆的孩子们非常的幸运 我们的申请年龄 在基隆市的市民 从20岁到45岁 都是可以申请的年纪范围 在其他的县市 都没有这样子的优惠 所以呢 我觉得基隆的孩子们 一定要赶快去申请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眼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大家好 我是教育部部长潘文忠 你知道毒品是怎样让人成瘾的吗 113年3月29日到5月19日 教育部将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举办解饮解开毒品上瘾的真相 反毒教育特展 欢迎大家携手共同来参加 本次特展是以科技的方式 透过模拟实境 展示毒品的危害 让我们一起扮演反毒的特务 KO毒品 健康OK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香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指脚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裁员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供心众怨仰 到了慈云寺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首先谢谢议员成怡姐姐寻求资源来提供我们体育班女性选手一年的卫生棉需求 然后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很开心 可以解决我们在身体其实会可能会使用到比较多卫生棉的问题 听到这个消息学生超开心 迈入第二年的天使之意 少女圆梦计划 今年捐赠基勇士十所体育班 共105位学生卫生棉 让孩子们在比赛过程中无后顾之忧 今年的成怡的对象是由基勇士的体育班的女选手女学生 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成绩能越来越好 非常感谢社会人士有看到这项的活动 也有一些这些的捐款或者是补助 我要感谢永昌福人社 然后也是今年也是投入 非常感谢大家的爱心跟热心 这个月经平权的活动呢 也需要基隆市各界持续的关心与资源的投入 在此基隆永昌福人社也承诺 未来也将会持续的配合我们的成议员 继续投入这么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很感谢永昌福人社搭配这样的一个计划 长期以来支持我们所有基隆地区 照顾我们的协市 我们一周呢 他提供这个美季定期长期的 来提供我们这样一个女性的一个生理用品 那同时也提供他们很多如何 在平时如何 这个对于生理取得一个自我 这个养护这样的一个基本 这个知识 那有助于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也能够在比赛的这个平台上面呢 争取为我们基隆地区争取最高的成绩 我个人就是微薄的力量 希望能抛砖引玉 社会大众一起来帮忙这些小朋友 透过公开的仪式 向社会大众传递月经平权的观念 也呼吁更多人加入这场爱心行动 一起终结月经贫穷 让每位青少女都能够在健康尊严的环境中成长茁壮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这处位在七独百福公园里面 百福黎明活动中心旁边的大片草地 就是传出市政府极有可能 规划为全市第二座宠物公园的地点 不过这项消息也引起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的关心 张耿辉认为全市列馆的两个大公园 只有中正公园跟百福公园 而基隆市迈入超高龄化社会时 老年人口只会越来越多 虽然关心毛小孩也很重要 但是在百福公园里面 应该利用这块草地 来规划更多老年人休闲油气的设施 会更好 走向我们长者化 尤其基隆市的长者化 是前台湾省数一数二名 那未来的话 是不是我也跟顶超 我们的林处长 跟我们杜花处的 謝江峰 謝处长 请他们好好的研究 要多多往我们走向老人化的那些生活 那些休憩的 例如山泰宏堂的共气等等 因为我们公园已经不多了 只有列馆的大公园只有两个 一个中正公园跟百福公园 那百福公园的话 你不好好的规划的话 那没有规划那些老人休憩等等 公园不是很大 你又到处给他一些规划的话 那市民他看在眼底 市政府产业发展处长林鼎超回应表示 市府一定会听取地方相关意见后再做决策 其实我们不管在做任何的建设以前 包含这个宠物公园或是其他公园的设施 我们一定会听取相关地方的意见之后 我们才会再做决定 对那也跟一座报告就是 我们一定会听取这个地方的声音之后 我们才会来做一些决策 而身兼基隆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市议员 张耿辉特地邀请市政府主管单位 产发处长林鼎超及科长蔡富宁和洪炎良 和大牛酬山河居盛德农场金明昌农场文良农 农场等代表以及身兼马林休闲农业园区 前后任两位在地里长马西里长陈美云 有一里长萧雪在七堵方域农场开会讨论 如何挹注更多经费 提升七堵休闲农业园区的发展 我们基隆市的休闲农业是需要发展 小而美的观光休闲 那这个硬软体的话 牵扯到现在的话 经费中央的补助也不多 加上我们市政府又经费的排级下 然后以致我们在整个基隆市是一个多山的一个城市 往往的话山坡地占百分之九十七 它的维修硬软体的话 这个更需要经费来维修来驿注 那很可惜的话在今年度的话只有一千万 那对于我们基隆市的话 发展观光休闲的话 很多要考量的显为不足 那至于刚刚益州有提到 就是说有关于这个休闲农区的这些 呃 经费的不足也好 或者是设备的不足也好 那刚刚也跟好多的这个业者 有些交换一些意见 那这些宝贵的意见 我们都会带回去府内 然后我们会跟相关单位一起来探讨 然后也跟市长一起来研究 看能不能在未来的 不管是最佳减预算或是年度预算 我们可以编更多的预算 来让这个休闲农业区可以有更多更好的发展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基隆的好山海好水 市议员张耿辉也和即将接任 马林休闲农业园区理事长的友谊里长萧雪 以及大牛酬山河居休闲农员代表一起行销 最新开发的树莓鲜果饮和树莓爱玉动饮 两种非常好喝的饮品 欢迎民众踊跃订购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戴起拳击手套 眼神坚定向前挥拳 拳拳到位 每一次的练习都不马虎 他是来自基隆高中的拳击选手陈玉成 日前在全国选拔赛 获得金牌 成为基隆市第一个拳击果手 我未来就一样继续努力 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为国战狂 陈玉成高一时就为基隆市 拿下第一面全中运拳击金牌 但到高二时又因为屡屡战败 而一度想放弃拳击 到了高三又重新振作起来 在国手选拔赛获得金牌 每天苦练至少得打4000拳以上 让他常常练到手受伤 甚至脑震荡都不放弃 刚上高中的时候 比较找不到目标 然后我高一的时候 看到很多同辈的都在打拳 大家社团都在打拳 所以我想跟他们一起结束看看 后面越练越有信心 然后再来就是拿到全国第三以后 我觉得应该要 就是努力应该要跟上这个名次 因为他的量级来说算矮的 他说不算高 我连我都算矮的 他也算矮的 就他是打504 他有比他高一个头 他对手就比他高 另外他有一个比他高很多 他说我看好像是可能倒数了身高 就身高不算 可是他完全优势又近身 就是贴近别人 就不给对手机会 那真的是高的人也会怕这个 他真的在这个晋升技术 连我都比不快 祝你生日快乐 陈玉成苦练两年多 获得了国手 议长童子伟 晋雍市全级委员会主委施伟正 集圣府教育处科长杨永芬 校长钟定仙 提前为陈玉成庆生 我在看他训练的过程中 其实是非常刻苦 他一天要达4000拳以上 4000拳大家可以想象吗 他带着桑在训练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也练过田径 我知道这个选手训练的过程中 非常刻苦 那其实最后都要靠耐心跟毅力去撑过去 所以真的非常不容易 拿到这个基隆第一个国手资格 那我们希望他可以让 他这是一个成千起后的开始 未来可以让其中的学弟们 有更好的训练环境 他真的是贡献卓著足 那要特别谢谢李硬教练 他真的是穷追猛打 他这每天都赖我这个选手的近况 那韋政议员主委 对这个拳击的运动非常用心 我刚才发现说 他高中的时候有打过拳击 难怪他也这么投入在这个运动 所以大家好的人才 大家一起来努力 我想这个运动的发展 在基隆就会有好的方向 基隆是一个多余的环境 比较着重在自主训练 尤其是选手遇到天后因素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在外面训练的时候 常常一个人会在室内训练 所以相对来讲 教练跟选手之间培养的默契 以及训练的质量就很重要 那很感谢能够有这样子的组合 让我们基隆的拳击 能够出现在全国的赛事 或者是世界的赛事上 所以希望 我们也期许就是 遇成这样的选手 未来可以在国际上出现越来越多 尤其是代表基隆出赛 能够让基隆体育的人士 能够越来越多的投入 市场府教育处挺健科长 杨永芬也宣布好消息 市场府将补助基隆高中 设置一座国际比赛擂台赛 在巴斗国中设置一座可拆式擂台 在巴斗国中设置一座可拆式擂台 持续支持运动发展 基隆市在运动的这一块 虽然我们的资源很有限 但我们绝对支持选手 那像全集 不管是任何的项目 我们都很支持 像全集这一块 我们知道他们场地受限 在今年就会补助 在选择巴斗高中 然后设一个30万的 可以可拆式的擂台 那在基隆国力机中 这边呢 我们会有150万的 国际比赛型的一个擂台 让选手可以 可以长期的一个训练 那每一间学校 我们都会择重点 让学生可以 不受学区的限制 那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都可以到那个学校来做 继续运动的一个发展 那也恭喜我们玉成这边 那一位来场地 就会建制好 那我们选手 可以有更好的环境 陈玉成 4月要到哈萨克 参加国际赛 期望用自己的双手 为基隆 为台湾争取荣耀 成为台湾之光 记者 黄绍铭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5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8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